2012年央视春晚首次出现大范围的明星大腕退出现象 宋丹丹、纳英、陈佩思、吴奇隆、董洁等20多位明星纷纷反拒 杨幂、TVB选秀新人李公也宣布退出 还有连续主持16年春晚的前央视一姐周涛出局 连续上了21年春晚的赵本山因病退离 网民们指出春晚气数尽了 春晚播出三天前央视官网微博1月19号宣布 赵本山因身体极度疲惫决定退出春晚舞台 在16号春晚彩排中赵本山出演小品时昏倒 这不是患脑衣血的赵本山第一次春晚昏倒了 新劳娱乐官方微博19号披露 赵本山16号第二次彩排的小品《好人赵大海》 在现场检验下效果不如往年 因此他紧急更换剧本《相亲2》 作家季晓东博客披露 赵本山退出春晚是因为节目没有通过 赵本山的退出在各大网站引来网民一片叫好声 网友们说赵本山倒人胃口成为三俗代表 让全国人民过不好年 央视也被千人指万人催 他的离去意味着一个运民时代的结束 财新网副主编罗昌平微博评论说 赵本山的春晚太细 多是侮辱残障人士 歧视民工商贩 嘲讽邻里相亲 今年终于看不到了 小品相声放弃对权力的批判讽刺 如同新闻媒体不做舆论监督 央视一个大型时机纪录片 总撰稿人表示 人们对赵本山的小品越来越反感 凯迪社区网友齐花表示 赵本山的离去代表了那个利益集团忽悠老百姓的日子也快结束了 要是没有了审查制度 就他那个靠侮辱智障和残疾人 靠歌功颂德而获得眼球的节目还能有人看 天涯社区网友说 年年的年年都是看赵本山 看的都反胃了 年年期盼他早点走人 骂也骂了 可他就死皮赖脸不肯走人 这年年被离民意得个所谓的一等奖 中西网报道 近日网民评选出春晚最不想看见的十张脸 赵本山博得头筹 其他还包括江坤 宋祖英等 18号 网友长春国贸在博文中爆料 主持人周涛退出春晚的真正原因 是他为办好春晚向导演组提了许多意见和建议 不过没有被重视采纳 华龙网传媒公司签约公益歌手杨银波表示 党的审查制度资源垄断抑制了艺术创新与活力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夏商给了许多意 对春晚盖棺定论春晚永远是恶心晚餐 网民们斥责春晚散播的是金钱邪气 舞台翻滚的是坑蒙拐骗 撒向人间的是恶心垃圾 春晚这个党文化的洗脑工具 技术该尽了 新唐人记者长春李元翰孙宁采访报道